早安YouTube,我是藤雲 OhioYouTube,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裡我會分享初學者也能沒有懂的日文知識 今天這集我們要學的是非常實用 表示原因理由的助詞Color 這個Color跟之前表示起點的Color 意思上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稍微比較一下這兩個的差別 順便複習一下上一課的Ga 在上集影片中 我們學了Ga可以用來點出焦點 跟點出非動作的動詞敘述的主體 如果你要說你很會日文嗎 其實有超多講法 但我們用這課的形容詞Jouzi來造句 就會是日本語言語言語嗎 我只會一點點也有很多講法 這邊也用課本程度 いえ 少しだけわかります 就可以了 這次會著重於改編課本的立文 所以都是一問一答比較多 並套用一些解說讓同學更好理解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這組對話 我們看到A問的問題 跟我們上次練習結構一樣 這個問題可以問Mira桑本人 或是問任何一個人 但是我們看到B的回答 是的 非常厲害 由於日文習慣上沒人在說自己厲害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B一定不是Mira桑本人 另外我們可以透過在Jouzi 這樣的Na形容詞前面 加上一些沉入的副詞 像是 とても 非常 來讓整個句子更加生動 例文2 山本小姐 懂越南語嗎 いえ 全然わかりません 不 完全不懂 這句也是用到上一刻學的 わかります 問句的部分大家可以活用 要問朋友懂不懂某個東西 把名字跟越南語換掉即可 回答的人說不懂 那當然是把わかります換否定 わかりません 但我想加強語氣 所以加了一個副詞 全然 是完全不的意思 也就是說這個副詞 都會加在否定的前面 跟上一刻學的副詞 あんまり 不太怎麼樣的用法類似 只是あんまり 可能是還有一點點程度 全然是完全沒有 另外補充一下 日本人有時候會只有說 全然兩個字 把後面的字都省略掉 大家就可以自行推論 他是在回答前面的事情完全沒有 但是現代來說 也可能有人誤用 用在肯定的句子上 所以大家重點是要記得 這是一個表示完全怎麼樣的副詞 例文3 毎日 朝ご飯を食べますか? 你每天都吃早餐嗎? 對 時間がありませんから あんまり食べません 不 因為沒有時間 所以不太吃 A先問B 每天都有吃早餐嗎? 這句的文法前面都學過了 那個逗點也可以不加 加了只是比較好理解 B的回答我們可以看到 在ありません沒有的後面 有加上住詞 から 這是表示原因理由的住詞 這邊可以翻成 因為怎麼樣 或者是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 或者是因為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 看怎麼樣翻比較通順 我們要注意的是 から會放在句尾 之前學起點的から 只會放在時間或是地點的後面 比如說從台北到東京 那就是台北から東京まで 9點到5點是9時から5時まで 所以要辨別它們的差別 就是要注意接續 前面放什麼是關鍵 到目前為止 我們學很多句子都是像 時間がありません 就句點了 或者是 就句點了 現在可以在後面加上から 表示原因理由 然後加豆點 再加另外一句話 就形成有因果關係的句子 至於後面那句 あんまり 就是剛剛說的 不太怎麼樣 後面加上食べます的否定 食べません 就會變成 不太吃 也就是說它可能偶爾會吃一下 但是大部分都沒有吃 如果同學想回答完全沒吃 也可以用上面的 全然 會變成 全然食べません 完全不吃 另外小補充一點 如果是在講話 口語的時候 順序沒有 順序沒有一定要像立文一樣 Color那句也可以放後面 也就是說 あんまり食べません 時間がありませんから 這樣說也是可以的 今天要練習的是 因為我很忙 所以哪裡都不去 這句話的日文該怎麼說呢 請在留言區回答看看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訣竅 歡迎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我是藤原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謝謝 you 谢谢观看